湾区 三人死于Bearfire山火 至少12人失踪 截至今日 仍有近13000名消防员 在积极扑灭加州范围内 22场主要的山火 其中北加州大火肆虐 Bearfire已经烧毁了7万亩土地 火势控制23% 而大火丝毫没有被遏制的迹象 现在该地区 有约2万人接到疏散命令 被要求撤离 同时Bearfire山正在寻找 在大火中失踪的12人 而至少有3人死于大火 其中两名遇难者 在同一地点被发现 而另一名遇难者被单独发现 与此同时 北部的综合火群 在位于Bear山 Pluma山 Yoba山 现火势已经蔓延约25万亩 同时在连续燃烧三周后 发生了爆炸 导致数百座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 而截至目前 今年的山火 已经成为加州历史上 烧毁面积最多的一年 又加上火灾 仍未受控 现在美国农业部西南区域 已经关闭了加州18处国家森林 天下卫视记者 陈鸿佳报道